謝謝 我們區長 各位長官 各位鄉親 有關廣次的 第一次我先把激運的事情 先把它說明一下幾分一分鐘 在去年的話 市政座談的話 柯市長交代蘇秘書 蘇竹蜜 要把南側的開發 要把它來處理 到現在還沒有 所以說請蘇竹蜜 你現在要把這個 南側的集體 趕快要把它 因為還有差的很 處處相當的大 所以說 竹蜜你要多多的 在我們廣次開發的話 竹蜜波里是最大的 兩面是最大的影響 所以說 我在 104年就是去年7月的話 因為它把它重新規劃的話 把社福 醫療長照 所有的社福 設在我們竹蜜波里這一面 我們是有連署的 大概五六百戶 不是一個人的戶數而已 戶數 所以說 到現在還是一樣在那邊 所以說 我們是要求說 設在 中間 那個CP的道路 中間 北柱 讓三個里 共同來分享 結果 我們市長 都把我們 好像我們 中波里好像一個 沒有聲音的 我們好像是 第二等波別的 對不對 所以說 一定要反槓到底 因為我們 要大家 三個里來共同分享 才有一個標準 不要上 我是立場社 這麼小嘛 讓人家佔你 市長看這麼小嘛 所以說 我們做不了 大家團結起來了吧 所以說 做在中間北柱 讓大家一來 三個里來共同分享 這個 你要請大家 請那個市長 也是要 要化壓 80床的話 一定要正確 所以說 你不要換 到時候的話 你都沒有把他 把所有的設施 一定要把它說清楚 化壓 說清楚 不然我們中國 你對我們中國 相當的不公平 再哪一再去啦 請大家 至少你會知道 我們的中國 是相當的不平等 一萬庭 怎麼可能八十床 你要說一下 八十床 八十床 設在我們那邊 一萬庭 這五床 有三萬一萬公尺 不是 一床 床照 這五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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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萬庭 那是所有的基地 所以說 我們要把它說清楚 化壓清楚 哪個地方 讓我們知道 不然我們 我們中國 完全是不知道 這個 中國不是好欺負的 所以說 請大家 我 如果沒有 我對過中國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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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一定要站出來 謝謝 謝謝理長 我們接下來請 林壽昌 林理長 下一位的部分是 吳士林 請準備 林理長 在那邊 不要這樣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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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這麼講 每看一次 每分次 其實 在整個 在整個策略上 每個人都在談空 好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 在網路上 46月內 那邊有個 大概就是 基地周邊道路 基地周邊道路 你剛剛跟我講說 原本 原本流色是 1.36公頃 結果你在 你在流色兩個 兩個車道 我們講說 一個車道3.2 3.5米的話 發現又7米了 啊這7米的話 你也要算在 綠地裡面嗎 是不是 你只可以跟我講說 永久性空地的話 包含道路 跟公園 你可以 你可以這樣跟我講 我會接受 但是 我們在整個 規劃上 是講什麼 綠帶 就綠帶 就綠帶 你給我用到 馬路上 你又用個馬路 啊不是很離譜嗎 1.36你改了嗎 不然你這次 你就 你就給我改 給我改回來 改就剩下 1.04 那也OK 大家說實話 好不好 那我想說 那個 你就綠地部分 事實上 爭議是蠻大的 那我另外 在八二項目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又要多 多這兩個車道 怎麼了 在車場是不是 好 OK 那所以說 那我 我們 我們那個 言歸正傳啊 第一件事情 因為在八二項目前的話 是八米高的路 而且目前是兩邊 兩邊已經停了 已經停好車子了 所以說在 使用 使用那個 八二項 在行走的時候 事實上是蠻 蠻危險的 我不知道您 我不知道您故作那天 來看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一段 好 所以說假設說是可行的話 現在 牧母前的話 要是可行的話 在警民八二項部分的話 另外 另外 是否可以考慮增設一個 臨時的人行步道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反正空地留在那邊 也是留著嘛 那基地呢 像霸市像這邊 又露樹要移啊 而且 那個基地這邊 又樹木要移啊 啊我們一天啊 我們不是在講說 保護樹木嗎 那好 假設有必要的時候 可以把這些樹木 移到北側 北側綠帶 綠帶裡面來 這第二點 那第三點呢 如果在綠帶裡面的話 曾經有留有留著保留保留 保留 一棟原有的平行住宅 在此 在此還是建議啦 能夠拆除的話 予以拆除 那第四點的話 那第四點的話就是說 既然是 周遭 周遭都是 都受在戶嘛 假設說 將來有停車場規劃的時候 是不是 在優惠 優惠 稅率上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說 周遭零禮 包括 周遭零禮部分 就不要有差別大 差別的優惠稅率 因為現行的話 是70% 80% 那不要有這種差別的 差別 差別的 稅率的一個差別 最好 是60%就好 好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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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請 吳士林 請問在哪邊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是 那個 莊聖龍先生請準備 謝謝 麻煩先生 離我們第104年 我們台北市的機車 有96萬輛 所以我們1550人住進來 那個機車會增加多少 馬上就進來 2100輛 不過請問交通機到 我們2100輛 在地人的機車停在那裡 還有我們台北市的汽車 到目前為止 有77萬輛 比如說每一個千人 有257輛 那這個住進來的話 這個汽車呢 就增了1500輛 好 因為他們是萊豬的 所以202的話 也多了700輛 那700輛新車呢 到時候我們這個蓋起來呢 這旁邊呢 所有的道路呢 絕對是畫紅線的 請問這個停在什麼地方 第一點是這樣的 第二點 我們的市場在哪裡 這個領口市場 早上呢 停車很困難 走路也很困難 那還有我們那邊 隔壁的中貨市場 檢條貨市場 還有一個 我們的永春黃魂市場 那我們兩 1500輛的人進來的時候呢 請問他們是 要進哪裡買菜 我們的蘇格馬蜜 都沒有啊 超市也沒有 所以大家往這邊擠話 那以後我們這邊呢 全部都是市場的 看半夜推啊 是不是這樣子 都沒有想到市場的問題 第三個 來了1500輛 那小朋友的讀書 去哪裡讀啊 讀書 沒有人講啊 沒有人得講 那就不用讀書了 很好啊 最後一點 管線的請你市政府要注意 不要前面再挖馬路 就像前面馬路 開一年挖了兩三次啊 很奇怪啊 所以現在剛剛講了 有電電信 台電公司 瓦斯公司 請你挖的時候呢 一事發完 我不想看了 回家的時候 這一封路 那邊封路 請你們考慮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宇先生 接下來是 中聖龍先生 在哪邊 好 那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會統一做回應 那下一位 謝雪芳的部分 請準備 謝謝 你們叫 寶斯公園 請問建築法規的專有名詞 叫什麼 法定空間 那好 請把豪宅旁邊的公園 全部拿來跟我們做同樣的設施 可以嗎 請你們告訴我 那個廣市 你現在秀出來剛剛那塊地的 廣市公園的 建築法規上的正式名稱叫什麼 如果你今天講公園 那請你承諾 變更為公園用地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對 不要再欺騙我們了 當我們好欺騙 不懂建築法規 是不是 好 下一頁 好 這一個上次我已經秀過了 我們看 我現在去專談人口密度 往下一頁 好 這個 你們容積率只是降了十幾%而已啊 好 我們再看為什麼會講這十幾% 來看人口密度的變化 往下一頁 這個道路不講了 這裡講到人口密度 上一次 陳立委員有提供一個 一萬三千人 農居率三百五 現在三百 請問現在家人口的密度變多少 十八萬 看看台北市最高人口密度在哪裡 林霞里 林霞里是哪裡 萬華水林霞里就是現在的南基堂 我們這裡的密度 將來是人家的1.5倍 合理嗎 不合理 請你們告訴我們 你們最高的原則是什麼 是建築面積 樓底板面積 還是人口密度 本末導致 下一頁 再看看這是什麼地方 就是從後面那邊拍過來的 將來 我們再看下一頁 這裡就是我們剛 每天爬山看到的 古山林縣 南崖山林縣 下一頁 這裡我特別爬山爬到這兩個地方 第一關景點 第二關景點來看 將來這個會變什麼樣子 下一頁 好再往下 看看將來是什麼 看到這個 再看下一頁 我們也能看到這個 我們這個廣磁地區 本來有好山好水 好水在哪裡 就現在柳空公園 柳空國中 已經不見了 好山也建議你們這些錯誤的錯誤的政策 不見了 剛剛看到那個什麼怪物 你們這些角色者 於心而忍 好下一頁 這個是大觀秋的 居住正義 這個是在這裡拍的 講居住正義 不是只有這些社會出財居住正義 當地人和人民的居住正義 自然環境的居住正義 自然環境的居住正義 你們這兩個談了沒有 從頭到尾 沒看到你們談這兩個 門心自問 你們是這樣子做的嗎 現在下一頁 好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我只要秀 再往下 再往下 我只要秀一頁就好 上一頁 明之所欲 這科徒講的 你們門心自問 你們規劃原則是什麼 門心自問 你們將來的福報 或者是惡業 由你們來決定 有歷史來評判你們這些人 好謝謝莊先生 那我想同意我們請 這個理想這邊做回應 謝謝